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乍一听书名啊,估计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话题有点上不得台面,但是仔细想想,脏话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琢磨的语言现象,首先,它的生命力特别强,不管文明怎么演变,社会怎么进步,也不管工序良俗对它有多么的不齿,它都没有消失,就这么牢牢的粘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上, 你忘不了,也甩不掉,不管你怎么对付它,比如,有个叫詹姆斯奥康纳的美国作家,曾经创办过一个叫粗口整治学院的机构,专门帮各大学校和公司重建语言习惯,去处脏话,每小时服务费呢,高达一千五百美元,你看,就冲这个价格,整治力度应该不小吧,但是结果呢,大家该说还说,而且人类好像天生就有说脏话的天赋, 比如小孩子不用教自己就会说,再比如,我们接触一门外语的时候,最先学会的,那是问好,其次就是脏话,比如看完韩剧,问你,记住哪句台词啊,大概率上脏话会脱口而出,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了,脏话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其次,脏话的奇怪之处还在于,它隐含了一组矛盾,你说它好吧,肯定不是,但是你要说它不好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绝对,比如说,有一个新西兰的管理咨询专家叫珍妮特·霍姆斯,曾经满世界调查那些高效的团队,结果发现,很多效率高的团队都有一个特点,平时爱说脏话, 再比如,还有一位IT专家叫巴巴拉·普勒斯特,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名字很奇怪啊,叫《撒个尿滋》一下,玩笑话对于IT产业的贡献,这篇论文主要说的就是,脏话作为沟通方式和解压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整个IT行业的发展。 还有很多科学家发现,不管是在工厂车间,表演后台,还是球队的休息室,适当的脏话都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促进协作。 你看,脏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问题啊,一时半会儿真的很难说清。 借用一位语言学者叫杰弗里·修斯的话说,脏话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 你看,这就叫不移处生疑,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但是仔细一琢磨,会变得很奇怪。 而且顺着这个疑点追问下去啊,你往往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发现。 借用作者的话说,脏话只是一个引子,顺着它,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思维,以及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这本书的作者叫埃马伯恩,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也是一位资深的专栏作家,常年为BBC科学杂志还有英国医学杂志公告。 而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她一直把精力放在对脏话的研究上。 其实语言学家,神经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们,对脏话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50年以上了。 只不过啊,碍于好多人觉得脏话这个话题本身有点脏,那这些研究呢,也就一直没有进入到公众的视线。 直到最近这些年,这些研究才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而这本书,不仅是作者自己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 接下来,我将从书里的两个核心问题出发,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到底什么叫脏话? 第二,脏话到底有什么用? 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连在一起,你就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说脏话了。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叫脏话? 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根本不叫问题啊,脏话太好分辨了,不就是那几句吗? 语言学家还专门做过统计,发现目前世界上的脏话普遍分成三类。 宗教类、性行为类和排泄物类。 具体啊,咱们就布局例子了。 在少数有种族冲突历史的国家,还有第四类脏话,叫做种族歧视类。 比如在美国,黑鬼这个词对于黑人来说,那就是脏话的顶点。 这个分类啊,乍一看好像没毛病,但是假如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 比如有些脏话,到了别的国家就不是脏话了,像是排泄物,在日语里面就没有这个脏话。 有一位日本插画师叫五位太郎,他还有句名言,叫人人都便便,在日本经常被引用。 他还专门创造过一套叫微笑的便便的表情包,在当地也特别火。 再比如,有些话在历史上是脏话,但在现代看来就没那么刺耳了。 像我主撒血,这句话在150年前的欧洲就是一句脏话。 那还有呢,弄瞎你的眼,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句话也脏得不得了。 还有些话啊,在有的国家看来没什么,但是换个地方就是大忌。 比如在德国,管人叫蠢牛会被罚款600欧元,叫昏猪的话罚得更多,2500欧元。 换句话说,简单地把脏话定义成宗教类,性行为类和排泄物类,它只是一种事后的贵类。 放在现实中,它既不能作为脏话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那到底什么叫脏话呢? 2011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一位专门研究脏话的语言学家叫王努斯·荣。 他统计了全世界的数千份针对脏话的调查样本,并且给脏话下了个定义。 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了。 他说,脏话一定满足四个特征。 第一,它一定包括禁忌词。 第二,它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第三,脏话大体遵循特定的句式。 第四,脏话一定情感性很强,具有表现及时情绪的作用。 而这本书的作者呢,在这四条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定义。 他说,脏话就是情绪激愤的情况下使用的,只带普遍禁忌的词语。 简单说,脏话的本质就是打破禁忌。 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所有的脏话都满足了这个定义。 你说过的任何一句脏话,几乎都不可能付诸行动。 很简单,因为它是个禁忌。 同时呢,一句话之所以被认为是脏话,一定触犯了某种禁忌。 比如,在美国,黑鬼之所以是句脏话,是因为它触犯了种族歧视的禁忌。 再比如,一百五十年前,我主撒血之所以是句脏话,是因为它触犯了基督教的禁忌。 还有,在日语里面,排泄物之类的词语之所以不算脏话。 那是因为在日语的体系里,压根就没有排泄物禁忌。 大家不忌讳也就谈不上触犯,当然就算不得脏话了。 但是假如你在日语里面不使用净语的话,那这就等同于是脏话了。 因为日语特别在意净语的使用,你不用,就是在触犯禁忌。 明白了脏话的本质,我们自然就能解释,为什么孩子打小就会说脏话。 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啊,这是人类的本能。 什么叫好奇心呢? 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就是走出规定的边界,去做那些没人做过或者不让你做的事情吗? 比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红色按钮综合征。 也就是把你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好吃好喝的供着。 只有一个要求,你面前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绝对不能按。 但是最后呢,绝大多数人都会按。 再比如,你可能听过一个笑话,说的是怎么解开九连环,也就是那种很复杂的意志玩具。 很简单啊,把它交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然后嘱咐他,千万别解开啊。 你再过十五分钟回来,肯定给你解开。 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天生就有打破规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 这是人类的本能。 很多脏话说完,有种莫名的爽快感,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释放了打破禁忌的本能冲动。 换句话说,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规则。 有规则就会有相应的禁忌,有禁忌就有相应的脏话。 随着社会演变,旧的规则被淘汰了,那相应的脏话呢,也会一起淘汰。 而伴随着新的规则,又会出现新的脏话。 比如,呵呵,这个词在网上普遍认为跟脏话差不多, 这就是因为互联网孕育了一套新的语言规则。 那在这套规则里面,呵呵这个词就是禁忌。 当然啊,我们不是要说人就应该说脏话, 而是想说脏话为什么这么顽强,屡禁不止。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本能绑在一起的。 好,前面说的这些是语言学家对脏话的定义,脏话的本质是打破禁忌。 但是别忘了啊,研究脏话的除了语言学家,还有另外一伙人,神经科学家。 在他们看来,什么叫脏话呢? 说出来你可能会有点意外。 神经学家认为脏话是大脑的交响乐, 这不是形容优美啊, 而是说脏话的产生机制就跟演奏交响乐一样复杂。 这个发现要从一场离奇的事故说起。 这场事故呢,不仅启发了神经学家对脏话这个话题的研究, 它也是脑科学史上一次里程碑的事件。 透过它,你能体会到脏话的研究对神经科学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离奇事件。 1848年,美国正在大修铁路, 其中有一位铁路先驱叫菲尼亚斯·盖奇, 他在一次爆破当中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一根铁棍击中头部, 从前额到后脑勺打穿了一个大洞。 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 盖奇在受伤之后还因为呕吐, 大脑受压,流出了大概半碗茶的脑组织。 但是,盖奇居然没死。 在事发地福蒙特州的报纸上, 还有一篇专门写这件事的文章, 标题就叫, 大难不死, 只差半晚。 但是啊, 命虽然是保住了, 后遗症很严重。 盖奇整个人都变得很迟钝, 丧失了大部分的思考能力。 但是, 唯独说脏话的能力不减反增, 盖奇总是止不住的说脏话。 当然,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已经很明确了, 这是典型的会语症, 就是乌言晦语的那个晦语。 但是回到当时呢, 这个发现却开启了一个新的脑科学的时代。 因为在当年, 人们对大脑的看法普遍分成两派, 一派叫奶洞派, 他们认为啊, 大脑的各个脑区都是一样的功能, 就像一块奶洞, 各个部分都一样。 那第二派呢, 叫蛋糕派, 哎, 他们认为大脑就像一块蛋糕, 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两派现在看起来都不对, 但是显然奶洞派偏离得更远, 而这场事故的作用之一, 就是让奶洞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为很显然呢, 盖琪的一部分脑区受损之后, 相应的只是一部分的功能受损了, 说脏话的能力并没有减退, 只是刹车失灵不能控制而已。 换句话说, 在这场事故当中, 脏话就像一个路标, 让脑科学的研究在奶洞派和蛋糕派这个路口上, 少走了一段岔路。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脑科学家又观察了形形色色的患者, 比如, 有的人左脑受损, 情况会变得跟前面的盖琪差不多, 逻辑能力变差, 而且忍不住说脏话。 有的人右脑受损之后呢, 逻辑能力几乎不受影响, 但是整个人会变得特别严肃, 而且几乎不会说脏话。 这些研究过程非常复杂, 我们就不细说了。 总之, 通过对患者的观察, 神经学家得出了这么几个结论。 第一, 脏话应该是人类掌握的最早的语言之一, 因为大脑中跟语言相关的区域位于大脑的高级思维区, 净化出来的时间相对晚, 而这个区域受损只会影响逻辑表达, 并不影响说脏话。 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 脏话并不是后来净化出来的高级语言能力, 它出现的应该更早。 第二, 说脏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性思维运动。 你看啊, 说脏话的时候, 首先你自己的情绪会处在一个特定的状态。 其次呢, 你还要动用自己的共情能力, 感受周围人的情绪, 然后决定该说什么样的脏话。 比如, 说什么脏话能伤害对方, 说什么脏话能增加亲近度, 又不让对方反感。 这背后的一整套过程非常复杂, 你要精确地感知到对方的情感图示, 然后才知道该说什么。 这需要你的情绪, 同理心, 语言能力同时调动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说啊, 脏话是大脑演奏出的一套复杂的交响乐。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到底什么叫脏话。 从语言学的层面来看, 脏话的本质是打破禁忌。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 脏话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思维运动, 就像大脑的交响乐。 你看, 从这个角度看啊, 脏话这件事要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 它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语言现象。 既然重要, 我们就要追问, 就要深入研究了。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就再往前一步, 看看脏话到底有什么用。 乍一听这个问题, 估计你已经想到很多答案了, 比如说, 说脏话可以发泄情绪啊, 可以伤害别人的感情啊, 有时候还能缓和气氛啊等等。 这些显而易见的答案, 咱们就不多说了。 在这儿, 咱们只关注增量, 说说那些, 以前很少有人提到的脏话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增加沟通的效率。 你可能会说, 不对啊, 脏话只是发泄情绪, 不包含任何信息量, 它只会给沟通造成干扰, 怎么能增加效率呢? 假如你这么想啊, 我想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 你正在加班呢, 任务都堆到一周以后了, 这时候你身边有个同事, 特别不识相, 偏偏要拉着你讲黄段子。 请问, 你怎么拒绝? 你可以说, 哎呀, 我不想听, 但是你觉得会有用吗? 你也可以说, 我很生气, 你别再打扰我了, 但是对方也未必真的能感觉到你在生气吧。 其实啊, 千言万语不如一个字管用, 那就是, 滚。 你看, 要想表达逻辑或者陈述一个事实, 脏话确实没用, 但是假如要表达情绪, 尤其是惊恐, 愤怒, 害怕之类的极端情绪, 脏话的效率特别高。 你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每一种极端情绪都对应着那么几句特定的脏话? 而且一旦你把它们换成别的语言, 你总觉得哪里差了点意思? 借用作者的原话呀, 他说, 脏话就是让情绪搭上语言的便车, 以此获得及时的通信。 换句话说, 你也可以把脏话当成是情绪的实时表达。 这个功能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 假如对方的语言当中不经意间带出几句脏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情感状态很真实。 比如在荷兰的伊拉斯姆斯大学, 有两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模拟法庭的庭审现场, 志愿者当陪审团, 再找几个演员充当被告, 让志愿者判断, 被告说的是不是真话。 结果发现在阐述那些情感特别强烈的事实的时候, 比如我被冤枉了, 在说这些情感特别强烈的内容的时候, 假如夹带一两句脏话, 会让被告看起来更可信。 再比如, 2017年, 美国、新西兰、荷兰等几个国家的大数据分析师 一起做过一项研究, 他们考察了七万多条脸书网的动态, 结果发现, 脏话跟谎话呈现出负相关, 也就是说在一条动态里面, 出现脏话的概率越高, 那么这条动态潜在的谎言成分就越少。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撒谎是需要思考的, 你需要调动自己的逻辑能力, 但是人们在说脏话的时候, 往往情绪比较激动, 这个时候逻辑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屏蔽掉的, 而屏蔽逻辑能力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撒谎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说适当的说一点脏话, 别人反倒更容易相信, 当然这些效果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脏话是情绪的容器, 也是表达极端情绪最高效的手段之一, 这是脏话的第一个作用, 脏话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组织的安全阀, 可以降低一个团体中发生暴力的几率, 简单说, 本来该动手的, 但是脏话骂一通之后, 突然发现, 哎, 气都消了, 没必要动手了, 这个过程其实不难理解啊, 因为大多数的暴力行为它的本质其实都是当事人在释放自己的攻击欲, 暴力只是一种满足手段, 但是假如能用别的方式来满足这个攻击欲的话, 那暴力就不会真的发生了, 而脏话恰好就有这个作用,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 脏话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诅咒, 换句话说, 脏话是简化了的诅咒, 而诅咒是放大了仪式感的脏话, 你可以回想一下啊, 是不是很多脏话都包含诅咒的意味, 比如骂对方生孩子怎样怎样, 那借用作者的原话呢, 骂人的人总觉得仿佛脏话出口就能呼风唤雨, 变天降灾, 当然这并不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落到当事人身上呢, 攻击欲已经被释放了, 说脏话的人心满意足, 发生暴力的概率啊, 自然也就降低了, 有一位语言学家叫梅丽莎默尔, 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脏话简史, 他就在书里面说, 拿走脏话, 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这就是脏话的第二个作用, 作为组织的安全阀, 降低暴力发生的几率, 前面我们说了脏话的两个作用, 增加沟通效率, 降低暴力几率, 说的都是人与人之间协作的层面, 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作用, 要来得更直接, 它直接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止疼, 脏话可以缓解疼痛,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突然被开水烫了一下, 或者被挣扎了一下, 是什么反应啊? 大概率上不是喊疼, 而是爆粗口, 这本书想告诉你的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爆粗口, 不是因为没教养, 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本能反应, 而且说脏话真的能缓解疼痛, 比如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理查德斯蒂芬斯,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召集了67个志愿者, 让他们把手放进冰水里, 直到冷得忍不住了, 再拿出来, 这些志愿者呢分成两组, 一组可以说脏话, 假如你觉得太冷了, 可以随便骂, 而另一组禁止说脏话, 结果发现, 脏话组在回忆起实验过程的时候, 普遍觉得疼痛感比非脏话组要低, 而且不光是生理疼痛, 在心理疼痛, 比如恋人分手, 被朋友背叛, 被人辱骂, 在承受这些心理层面上疼痛时, 脏话也有缓解作用, 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 就有一个叫鲁迪的教授做过一个实验, 也是把志愿者分成两组, 然后让他们参加心理温泉调查, 当然啊, 结果早就设定好了, 不管你怎么回答, 最后的评估报告都会告诉你, 你这个人性格有严重的问题, 没人喜欢你, 即使结婚也长不了, 这辈子注定孤独终老, 显然这个结果对人打击很大, 能落实在感受上呢, 就是很心痛, 但有意思的是啊, 假如让当事人说几句脏话, 他们会明显觉得心痛的感觉小了不少, 换句话说, 不管是生理疼痛还是心理疼痛, 脏话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作者认为啊, 这是因为我们在说脏话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调动了自己的暴力情绪, 而人在这个状态下, 身体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提高对疼痛的耐受力, 说白了, 就是麻痹的痛感, 你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在生气想骂人的时候拍桌子, 和平时闲着没事的时候拍桌子, 那感受到的疼痛肯定不一样, 这就是脏话的第三个作用, 它会调动暴力情绪, 麻痹痛感, 从而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但是注意啊, 这可不是说脏话就是止痛药, 已经有很多实验表明, 脏话只对那些突发的, 短期的疼痛有缓解作用, 比如说被烫了一下, 被数落了一通, 假如是长期的病痛, 比如食物中毒肚子疼, 那脏话是起不了缓解作用的, 而且相反, 说的越多, 反而会加深疼痛, 至于这背后的科学原理, 很遗憾, 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 我们只需要记住, 不得已顺嘴突露出来的脏话, 能缓解疼痛, 而策略性, 习惯性的脏话, 真的没什么用,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脏话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说了三条, 增加沟通效率, 降低暴力几率, 缓解疼痛, 到这儿, 这本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今天说了这么多, 肯定不是想说脏话有多好, 我们只是想说, 有这样一个事实存在, 至于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脏话, 我其实有一个个人感受,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资深的造型师, 无意间谈起华服这个话题, 我说华服很复杂呀, 完全看不动, 但是他告诉我, 其实华服这个东西并不复杂,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关键词就行了, 就是难受, 越是华服, 越是显得高级感的服装, 就一定会让穿的人越难受, 从几个世纪以前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 比如把腰勒得特别紧, 穿上就觉得喘不过气, 再比如, 在衣服上挂一堆沉重的配饰, 或者穿上高跟鞋, 走路都费劲, 换句话说, 高级感的代价就是难受, 但是难受只是一种感觉, 它背后隐含的深层含义, 其实是克制, 因为对身体的克制更严格, 因此你才会感受到难受, 这就是华服的特点, 而且从华服当中啊, 你发现一件事没有, 就是社会的发展, 其实一直有一个趋势, 就是对自我的克制, 文明越是发展, 人对自己的克制就越严苛, 同样, 在一个社会里, 划分层次的标准, 除了学历, 教育程度, 社交圈子, 这些看得见的指标之外, 其实一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指标, 就是你的自律程度, 你对自己的克制越严格, 你就越高级, 华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说脏话是本能, 而不说脏话是本事, 最后提醒, 听书已经上线了红包分享功能, 你可以点击文稿里的红包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